江布丁一个个敲入碗中 最后在领上模具中残留的焦糖 这是一家位于东京的咖啡店 老板招牌盗布丁的动作 在社群媒体TikTok上广为疯传 小店也因而化身为当地著名的观光景点 每个客人都在电视上出现 他们都在电视上就像这样 教授和看起来 所以就知道这点吗 今年八十岁的老板森静雄 在东京开业了超过五十年 如今老板盗布丁的招牌手法 因为TikTok、Instagram和其他社群媒体 而红遍全世界 意味着老板成为了东京的知名网红 更有了布丁仙人的名号 它是很棒的 我真的很喜欢它 为什么我喜欢它呢 因为在香港有很多布丁 但我认为它不像这一样 它不像这一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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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管咖啡店的布丁已经红遍全球 但老板仍然坚持一天只限量贩售五十个布丁 价格也维持在一个布丁四百日元 大约是新台币九十二元 慕名而来的观光客 就算等上几个小时 也要朝圣这红遍全球的经典好味道 环宇新闻求婉婷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